大家好,我是阿丽 今天用萝卜和糯米来做好吃的 不用炖,不用炒 首先准备200克糯米 倒入大一点的碗中 倒入适量的清水 给它清洗一下 再浸泡两个小时左右 把起浸后的萝卜头和尾去掉 这样削皮刀把萝卜皮削掉 然后用擦刺器把它擦成细丝 一个萝卜刚好擦的一大碗 再加入一勺食盐 给它搅拌均匀,腌制10分钟 腌出多余的水分 再准备半个去皮的胡萝卜 先给它切成薄片 再切成胡萝卜丝 再给它切成胡萝卜丁 下入之后 中的盘中备用 准备一个红椒 锯子后给它切成红椒丝 再切成红椒丁 下入之后 中的胡萝卜丁的盘中 再准备一块生姜 给它切成姜片 然后切成姜丝 再切成姜末 准备一把小葱 给它切成葱花 下入之后 中的盘中备用 准备200克猪肉馅 加入葱姜末 然后把胡萝卜丁和红椒丁加进来 下一勺生抽 下一勺蚝油 下一勺食盐 加适量的胡椒粉 再打入一颗鸡蛋 给它搅拌均匀 顺着一个方向搅拌 搅拌至肉馅上进 搅拌成这个样子就可以 我们的萝卜丝 已经腌出了这么多的水分 准备一块干净的纱布 把萝卜丝放进纱布里 用力几干萝卜丝的水分 再把几干水分的萝卜丝 放入肉馅的碗中 继续搅拌均匀 搅拌成这个样子就可以 我们的糯米泡得差不多了 用手一捏就碎了 然后给它清洗一下 再控水捞出 放入盘中 再加一勺生抽 给它搅拌均匀 加上一次性的手套 抓一小把肉馅 用手捏一捏 再给它搓成小圆球 和乒乓球一样 大小的小圆球就可以了 然后放入糯米的盘中 给它裹上一层糯米 不用裹太厚了 薄薄的一层糯米就可以 再把它放入盘中 全部做好后 冷水上锅蒸 盖上盖子 到火蒸30分钟 时间到 我们打开盖子看看 哇好香啊 一股萝卜的清香味 然后把它取出来 刷点葱花点缀一下 看一下 这样做出来的萝卜丸子 非常的松软 带着浓浓的萝卜香味 里面加了胡萝卜和肉馅 吃起来非常的营养美味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吧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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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